大家好,今天中国的火星探测车驻荣号成功的降落火星,这是一个见证历史的时刻,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,这也是一个让亿万中国人感到无比振奋的时刻。 在这一刻,我们向星辰大海又往前走了一步,在这一刻,我们和宇宙的距离又拉近了一步,也是在这一刻,我们对浩瀚的世界的认知也向前踏了一步。 这既是一小步,也是非常大的一步,对无限的广袤的宇宙来说,这是非常小的一步,但是对我们这个地球,尤其是对中国向更远的世界去迈进,却走出了非常重要的,也是非常大的一步。 和澳洲的龙虾煤炭红酒,或者欧洲的议会又说了什么,或者是美国的那个所谓的商务代表戴琪又说了什么,在这一刻都显得微不足道, 因为这些都是一些绿头苍蝇在那里,嗡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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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而中国用自己的实力,用自己的探索,用自己的勤奋,用自己的脚步,见证了我们攀登一个又一个的高峰,也展示了中国在科技实力上,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上,不断的向前努力,不断的向前发展。 也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越来越成为现实,我们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又向前走了更重要的一步,也为中国未来的繁荣昌盛和强大发展,奠定了非常重要的一块基石。 那么从今天开始,中国成了世界第一个,在首次卫星探测中,就同时实现环绕于着陆的国家,因为之前有两个国家,就是美国和苏联都先后到达了火星,但是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,都经过了好几个步骤,并不是一次成功的,而中国一次就把所有的步骤给走完了。 那么同时,中国也是第一个同时运行月球车和火星车的国家,因为我们现在在月球上也有探测车,现在在火星上也有探测车,对吧,美国的NASA之前在月球上有探测车,现在在火星上也有探测车,但是NASA月球的探测车已经结束了它的任务了,NASA目前只在火星上又有探测车,而中国月球火星上都拥有我们自己的探测车。 我相信中国在航天上的发展也是持续的,之后呢,不管是月球还是火星,都会一步一步的,持续的,稳劲的,向前推进的,并不会像NASA这个样子,突然搞个大新闻,但是过一段时间呢,对吧,或者是过了几年呢,很多的任务,很多的计划又被迫终止了。 这里面有政客的原因,有议会的原因,有民众反制宣扬这个登月阴谋论的原因等等,但是啊,中国可以持续的一步一步的,一个一个脚印的,不停的向前发展的,因为我们可以制定持续的,对吧,前进的,稳步的计划来保证这一切的实施。 同时啊,中国也是第三个实现火星表面着陆的国家,前两个分别是苏联和美国,苏联虽然是第一个,上了火星的国家,但是啊,这个苏联,发射火星上的探测器呢,并不是火星车,它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啊,并不能在火星上移动,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啊,那也是好几十年前的了,在那个时候,苏联能够实现,也是非常强大的,非常了不起的, 但是后来苏联解体啊,等等一系列的原因,俄罗斯呢,后来也试图发射火星探测器等等,但是并没有成功,当然这个印度啊,在昨天啊,也发了一个重要的新闻,说印度是亚洲第一个把探测器发往火星的国家等等啊,印度说的没有错,他确实是第一个把探测器发往火星的国家,但是印度的探测器并没有成功的着陆,其实他的着陆是失败的啊,所以印度啊,仅仅是把他的探测器, 发到了火星轨道上,可是并没有成功的着陆,我们也要承认啊,在火星的探测上,目前美国依旧是全球领先的,但是美国的领先并不耽误我们奋起直追,而且他前面说的,因为我们可以稳步的持续的,有序的,推行自己的啊,太空探索计划,所以用不了多久呢,我们就可以追赶,甚至超越美国, 因为现在啊,我们其实和美国的差距并不是很大,而且祝荣号啊,他在很多的设计上的优点等等,甚至比美国呢,也拥有很多的优势,那么简单说一下,为什么要探测火星,因为火星是地球的近邻, 它和地球呢,同为炎制造的行星,火星的演化是和地球非常的相近,它可以遮视地球过去,现在和未来,而且火星上也有水源,空气和有机物质存在的痕迹,所以火星的个头虽然比地球小,但是火星的陆地面积和地球是相近的,那么第二个呢,就是为什么要三个月才着陆,一个呢,就是要把火星啊,看个彻底,包括各种的数据等等,一次性的收集, 所以我们需要搜集很多很多的数据,同时呢,也要选择一个最佳的着陆时间,因为火星毕竟和地球不同,不管是引力啊,大气的速度啊,等等啊,和地球有很大的差距,所以,对吧,要选取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,一个比较好的角度,以及对着陆的地形地貌,都要有充分的研究,以及着陆期间的气候条件,都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,所以呢,绕着火星转了三个月, 最终啊,选择了一个好的时间,好的角度,迅速的降落到了火星,呃,其实火星啊,和地球的通讯呢,有大概40分钟左右的延迟,所以,呃,我们的探测车呀,在降落的过程当中,我们在地球上收到消息已经,延迟40分钟左右了,对吧,呃,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激动啊, 包括很多的航天人,更是非常的激动啊,尤其是,他已经,着陆的过程当中,对吧,那么地球上呢,又不能及时的收到消息,虽然仅仅是40分钟啊,对很多航天人来说啊,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等待, 当然我们有贵州的天眼,呃,和火星上,对吧,进行信号对接啊,有着更为强大的优势,美国之前呢,也有一个天眼,就在不多离个啊,但是去年啊,这个天眼塌了,所以在信号通讯上呢,我们相对美国来说,也有比较大的优势啊,而且除此之外呢, 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优势,第一个呀,就是太阳能,火星上的太阳能呢,约为地球的40%,所以我们在,呃,柱绒号的这个电池板上呢,图有一层的膜,那么这层膜的微观结构,与连夜表面的结构类似,能够令火星的沙尘,与太阳能电池板表面之间,存在一层空气,这层空气呢,可以极大的减小火星尘埃,与电池板表面的摩擦力, 嗯,大大的减少了火星沙尘附着的可能性啊,我们也知道啊,在太阳能电池板上,对吧,中国是世界领先的,所以我们在这项技术上呢,相对美国来说,也是领先的啊,而且除尘方案呢,还有更重要的一个,就是,柱绒号呢,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周期内,固定把太阳能板给竖起来,这样的话,沙尘就可以,这个自由的滑落嘛,因为火星上啊,这个, 风暴是非常大的,沙尘也非常大的,再加上的地表并没有植物,就是一个,没有生命迹象吧,虽然有一些微生物啊,但基本上是没有生命迹象的啊,所以,这个狂沙,比这个撒哈拉沙漠的沙要大得多啊,所以它的沙尘呢,是很重要的,如果太阳能电池板,被沙尘给后后的覆盖住的话, 它就没有办法吸收阳光,没有办法发电,就不能够给火星车提供动力了,第二个呢,就是运动,火星上尖锐的沙石,会破坏火星车的表面结构,伤害累计增加啊,譬如啊,美国的勇气号火星车, 2009年就陷入了沙坑,出不来了,所以它的任务呢,也结束了,那么目前呢,好奇号的轮子,也已经破损了,那么好奇号呢,对吧,美国的好奇号啊,登陆火星并没有太久的时间啊,目前,这个好奇号的轮子,也出现了破损,那么,注农号的轮子呢,设计成了,可升降的主动悬架结构,六个轮子均独立驱动,自由转向,多轮宣控的条件下,依旧可以自由的移动,同时还设计了, 蠱动,点脚,卸行等动作,可以说呀,我们这个火星车呢,是不折不扣的,火星越野车,而且从2020年7月23日,发射入轨,到2021年5月15日,成功实施软着陆,经历了296天,对吧,我们也等待了296天,终于迎来了这个胜利的时刻,可以说呀,星空浩瀚无比,探索永无止境,那么那颗红色的星球呢, 火星我们也来了,但是啊,这只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,后续,我们还会继续探索浩瀚的星空,继续探索,火星更加的秘密,对吧,更会发现啊,火星上是否是真的存在着生命,但是也说一下, 其实目前来看呢,火星上并没有特别,对吧,复杂的生命存在的迹象,这个预言大师,火星男孩啊,又是未来人呢,目前开始比较扯淡的啊,这个马斯克移民火星计划,目前啊,没看出马斯克做出什么实质的东西,倒是炒币炒的不亦乐乎, 所以啊,真的可以实现移民火星,靠马斯克,显然是不靠谱的啊,这个马斯克啊,也越来越变成了一个金融吵架,变成了一个割韭菜的镰刀, 那么,呃,一切顺利的话吧,对吧,我,我呢,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独立掌握火星着陆巡视探测技术的国家,那这一步呢,跨越了几十年,实现了弯道超车,这样形式的探测,还没有哪个国家实现过,火星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舟说过,那么这体现了中国在空间技术发展中的首创精神,但是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, 前几天啊,这个啊,中国的火箭的残骸,被这个台湾的外媒啊,炒作了一通啊,但是炒作了呢,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啊,你包括美国的这个火箭残骸啊,也没少往海洋里掉,这本身是发射火箭十分重要的,也是十分必要的一个过程嘛,但是这些人啊,哎呀,这个拿着放大镜啊,而且在那里胡扯八道的,但是火星车的成功招路,也充分的让我们,对吧,证明了自己啊,证明了自己啊, 自己的科技实力,在航天的实力,同时呢,最后也要说一句,走自己的路,让狗去叫吧,这个世界上呢,总会有一些疯狗,总会有一些赖皮狗,在那里汪汪直叫,但是,他们的声音,对于通往鲜花的道路上,是毫无意义的, 只能啊,增添几分反讽的意味,只能让,这个,取得了鲜花的人,看到他们这些龌龊无耻的小动作,小伎俩,感觉到非常的幼稚,非常的可耻, 而中国的航天梦,宇宙梦,探索梦,以及我们的强国梦,复兴梦,都在一一的实现,都在一步一个脚印,一步一个目标,按照既定的预定,向着最终的胜利,不停的往前出发,那好,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,喜欢的请订阅一下。 请订阅一下